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亚洲经济中国新闻部级九龙海纳 下面请和我一起关注一下2月19日亚洲经济的主要新闻 首先来关注下头版新闻 韩朝离散家属团聚活动将于20日在朝鲜金刚山举行 据韩国统一部消息 本次团聚活动朝方亲属团预计达180人 在第一轮会面中将有82名韩国人会见180名朝鲜家属 在第二轮会面中将有88名朝鲜人会见361名韩国家属 访问团在三天两夜期间共有四次集体会面 一次单独会面 以及一次以家庭为单位的团聚集会 六次见面预计共达11小时 朝鲜劳动新闻当天在提为取消敌对时开辟统一制度的出发点社论中称 朝方所提出的改善韩朝关系并非空话 我方首先提出停止重伤行为 并在军事分界线出台措施防止敌对行为 下面来关注下最新的娱乐新闻 韩国花华女王金炎儿于当地时间20日凌晨 参加2014年索契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担任滑短节目比赛 这也是金炎儿的索契首秀 四年前在温哥华冬奥会花样滑冰女子担任滑短节目上 金炎儿以78.5的历届最高分数位居冠军 美国电影网日前公布了世界最伟大的1000部电影 韩国电影《老男孩》位列第849名成为连续6年来入列榜单的唯一一部韩国影片 《老男孩》是韩国导演朴赞玉的《复仇三部曲》的第二部 于2003年在韩国供应 该片在2004年嘎那影展荣获评审团大奖 该片在去年还被美国翻拍 足以见其经久不衰的人气 以上就是亚洲经济今天的主要新闻 更多的资讯请关注亚洲经济官网以及新浪 通讯微博 谢谢大家